第一条 国家安全局 以下简称本局 为处理内部单位之分工职长等事项 特定定本归程 第二条 局长纵理局务 并指挥 监督所属人员 副局长相助局长处理局务 第三条 主任秘书全则如下 一 城局长之命 督导情报或特勤相关专案工作与全局采购及跨处是一般数物性业务 二 文稿之纵合及待判 三 各单位之协调及权责问题之合意 四 其他交办事项 第四条 本局处理业务 处法令另有规定外 依本规程办理之 第五条 本局设个处 市 中心 以下简称各单位 分别掌理本局组之法规定之有关事物 第六条 各单位是业务需要分组 队 所 科 小组 办事 并得应业务反检 在法定执掌范围内 按作业程序签盛核定后 调整个组织掌 必要时得在法定组数范围内 增设新组或减并元组 第七条 第一处掌理下列事项 一 国际情报组织部署有关事项 二 国际情报搜集有关事项 三 国际情报合作之策话语执行事项 四 本局国际礼宾 联络 接待工作有关事项 五 国家安全情报协调汇报有关国际情报工作室 六 专案部件及专案情搜工作 七 其他有关国际情报工作事项 第八条 第二处掌理下列事项 一 指导 协调 支援有关机关执行大陆地区情报工作事项 二 侧见大陆情报工作据点 执行人员 执行人员部件及情搜任务有关事项 三 国家安全情报协调汇报有关大陆情报工作事项 四 其他有关大陆地区情报 四 其他有关大陆地区情报工作事项 二 影响大陆地区 二 影响台湾有关跨境情报 四 影响大陆地区情报工作事项 第十条 第四处掌理下列事项 一 国家战略情报搜集指导有关事项 二 国家战略情报处理与延西有关事项 3. 国家战略情报之分发与运用事项 4. 国家战略情报要报与专题研究事项 5. 国家安全情报协调汇报有关事项 6. 整合国家人员情报、电讯情报、空间情报、公开情报等资源、执行战略情报严习工作 7. 其他有关国家战略情报整合、严习及分发运用等事项 第十一条 第五处掌理下列事项 1. 科技安全情报搜研有关事项 2. 情报科技研发有关事项 3. 情报通讯系统建置与安全防护有关事项 4. 情报通讯监察有关事项 5. 情报通讯、交通与电子勤务支援有关事项 6. 科技情报工作掩护机构设置、管理有关事项 7. 情报工作人员身份掩护、科技情报协助人员布置有关事项 8. 有关影响国家安全情报资通安全管理策略及其防护要项 9. 科技情报协调汇报有关事项 10. 其他有关科技安全情报、情报科技、情报通讯、情报交通及身份掩护等事项 10. 其他有关科技安全情报、情报科技、情报通讯、情报交通及身份掩护等事项 第十二条、第六处掌理下列事项 1. 政府机关密码管制机制及法规定定有关事项 2. 政府机关密码管制业务之统和指导、协调、支援与管制事项 3. 密码保密工作施政方针与计划测定、推展等事项 4. 密码科技及保密装备延展、系统工程及送件管制有关事项 5. 保密装备产制部署、密钥管理、网络违运、保修服务等有关事项 6. 中央密码管制协调汇报有关事项 7. 其他有关密码及其装备研制、管制等事项 第十三条 第七处长里下列事项 1. 国家网狱安全情报搜研有关事项 2. 网狱安全工具应用及研发有关事项 3. 网络反参、查处及控管影响国家网狱安全威胁有关事项 4. 网狱安全情势沿袭事项 5. 其他有关国家网狱安全工作事项 第十四条 公开情报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1. 统合、指导、协调、支援有关机关执行公开情报工作事项 2. 本局公开情报搜研有关事项 3. 公开情报搜研系统建制与管理有关事项 4. 公开情报合作之策划与执行事项 5. 本局掩护机构之管理及工作开展有关事项 6. 其他有关公开情报搜研合作及掩护机构管理等事项 第十五条 国家安全作业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1. 纵理国家安全情报指导小组会亦有关事项 2. 协调整合各情报机关及政府相关部会 重大紧急突发事件情资通报、查证、分享及协力应处有关事项 3. 协调整合导入各情报机关及政府相关部会 影像及通资讯系统建制有关事项 4. 协调整合规划与国家生存发展相关议题之未照、数据等资料库建制事项 5. 其他有关国家安全作业机制规划及运作事项 第十六条 督察处长里下列事项 1. 指导、协调、支援情报机关执行督察及内部反情报有关事项 2. 内部反情报及其有关事项 3. 情报工作纪律都岛屿查查有关事项 4. 人员安全查核与安全考核有关事项 5. 人员心理测验及科学仪器检测有关事项 6. 其他有关督察工作事项 第十七条 资讯室长里下列事项 1. 资讯安全情报搜研有关事项 2. 本局资讯安全政策制定 管制及防护有关事项 3. 本局资讯安全事件研修及协调处理有关事项 4. 本局资讯安全事项 5. 情报资讯作业协调事项 6. 本局资通安全委员惠秘书业务 7. 其他有关资讯安全及其情报搜研与情报工作资讯化等事项 第十八条 秘书室长里下列事项 1. 本局情报工作年度施政方针及施政计划策事项 2. 本局情报工作列管案件之分办 查催事项 3. 本局使政业务有关事项 4. 本局情报工作文书作业管理事项 5. 本局印信点守事项 6. 本局党案管理事项 7. 本局情报工作文书编译业务事项 8.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及其他法治业务事项 9. 本局有关情报工作 9. 本局有关情报工作及特种勤务公共关系事项 1. 国会联络业务事项 2. 本局与媒体联系及新闻处理事项 3. 本局对外公关事物资协调联系事项 10. 其他有关本局情报工作 10. 其他有关本局情报工作纵和密书行政事项 第十九条 总务事长理下列事项 1. 本局情报工作总务事务管理事项 2.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采购及营上工程事项 3. 本局财产管理事项 4.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经费出纳、结会、汇拨及员工新项发放等事项 5. 本局警协管理事项 5. 本局警协安全规划、管理及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基层事务人力条派、支援事项 6. 本局医疗保健作业事项 7. 部署各处事之情报工作支援、行政、后勤事项 7. 第二十条 人师处掌理下列事项 7. 本局情报、特种勤务之人士与教育训练政策、规章定定及执行等事项 8. 本局情报、特种勤务之组织编制、原额运用及人力评估等事项 8. 本局情报、特种勤务之组织编制、原额运用及人力评估等事项 8. 本局情报、特种勤务之组织编制、原额运用及人力评估等事项 3. 本局情报及特勤人员人士管理事项 4. 本局情报、特种勤务之教育训练计划及流露管制等事项 5. 本局退离人员联系照护、出境管制等事项 6. 本局员工待遇及加给有关事项 7. 本局情报人员化名使用及管理有关事项 8. 本局分层负责名细表有关事项 9. 本局处务归程有关事项 10.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勋奖称政策制定、各项勋奖章与奖励基点核定及执行事项 11. 本局差勤管理作业事项 12. 本局子女教育补助、奖学金及驻外子女返国就学申请事项 13. 本局各项保险作业事项 14. 本局员工结婚、生育、丧葬、意外等各项补助事项 15. 其他有关人士事项 第21条 主计处长里下列事项 1. 本局主计制度规划与业务法规严定督导考核事项 2. 本局概算、预算筹划、编制、承报等事项 3.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预算执行管制、会计业务、内部审核及统计分析等事项 4.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经费凭证审核、转审及年度决算编报事项 5. 其他有关税计、会计、统计等事项 第22条 政风处长里下列事项 1. 本局政风法令之定定、宣导事项 2. 本局政风兴急建议事项 3.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公务机密及安全维护等有关保房工作事项 4. 本局情报工作、特种勤务之纪律查查及处理申诉、陈情检控事项 5. 本局应申报财产人员之财产申报及其审核、查阅事项 6. 本局速摊防币及廉政工作事项 7. 其他有关政风事项 第23条 电讯科技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1. 电讯真搜研亦有关事项 2. 密码破密技术研发与应用事项 3. 未照影像资料搜集与处理有关事项 4. 保密装备检测与积核有关事项 5. 其他有关电讯真搜、密码破密、未照搜集处理及保密装备检测等事项 第24条 训练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1. 本局基础、进修、深造等班队教育计划之测定、管制与执行事项 2. 情报专业教育训练、含功于进修、及国际情报和座带训之执行事项 3. 本局情报教育训练、研究与发展相关事项 4. 本局各教育班对学员生活管理及辅考相关事项 5. 其他有关情报及特勤训练事项 第25条 特种勤务指挥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1. 特种勤务警卫事项 2. 特种勤务微安情报事项 3. 特种勤务训练事项 4. 特种勤务通信及资讯事项 5. 特种勤务内部保防及安全有关事项 6. 特种勤务行政及后勤事项 7. 其他有关特种勤务事项 第26条 本局为办理国家安全情报搜集 研锡 整合 评估及鉴定等综合事项 得致1级国家情报长1人 由特派员间认知 2级国家情报长及3级国家情报长各若干人 由局长就本局编制表所定员额内指定人员间认知 第27条 本局处理业务 实施分层负责制度 依分层负责明细表逐级授权决定 第28条 以本局名义对外行文 均需送请主任秘书以上长官觉醒 但经局长核定授权各单位主管代行者 不在此线 第29条 各一级单位主管对于已授权之事项 得进行决定 第30条 特种勤务指挥中心除特种勤务工作 直接受局长 兼指挥官 支指挥 督导外 人事 主计 政风 及一般行政事项 按本局行政程序办理 第31条 各单位处理事务 各组 队 所 科 小组 意见不同时 由单位主管决定之 涉及其他单位执掌者 会商办理 各单位意见不同时 由主任秘书以上长官核定之 第32条 各级人员处理事务 依下列规定负其责任 一 处理事务 如有违物 基言或于越权限 应付法律上责任 二 执行政策发生错误 由各单位主管负完全责任 三 例行文件之处理如有错误 由承办人员负责 其关系重大者 各级审核人员及主管人员应连带负责 四 引用法令 案例及行文手续上之错误 由你稿人员负责 其关系重大者 各级审核人员及主管人员应连带负责 五 引用数字 年 月 日 文号等之错误 由你稿人员负责 如与会办单位有关系者 会办之主办人员应连带负责 六 文书 款项 物品等收发之遗漏或错误 由承办人员负责 其关系重大者 各级审核人员及主管人员应连带负责 七 一般公务机密以下文件善打之错误 由善 校人员负责 国家机密文件由承办人侵效 并负全责 八 用印之错误 由监印人员负责 九 其他事项之错误 一 相关作业规定 分别负责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员因是不能执行职务或请驾时 应依规定由代理人代行其职务 并就代理之职务负其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局各级人员对于机密事务 应依照有关法令办理 第三十五条 本局定期举行国家安全局乐会 由局长主持 全体人员出席 第三十六条 本局为处理例行性事务 得定期照开局误会报 由局长主持 各单位主管以上人员出席 必要时得指定有关人员列席 第三十七条 会议内容涉及机密 应采保密措施 并分级讨论 避免无关人员参与 第三十八条 本局为研讨重要问题 得召集各项专案性会议 必要时得邀请学者 专家及有关人员出席 第三十九条 本局各单位为策禁业务 应定期举行工作汇报 由各单位主管主持 所属全体人员出席 第四十条 本局员工应客尊办公时间 不得迟到或早退 其考勤依有关法令办理 奉派担任立假日 或非办公时间内 执勤人员 不得规避 第四十一条 本规程自发布日施行 本规程修正条文 自中华民国104年2月1日施行 自中华民国104年2月1日施行